各位好,我是均佩光電附正姬 本身是做LED植物生長燈的業者 因為測試也為了方便 所以會分享一些植物種植上面的相關訊息 偶然的一個機會上面 聽到香菜既然是中藥材的一種 以前都沒有看過也沒有想過 我一直以為它只是一個騎餵品而已 所以想說來試試看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些是在網路上 Google 上面大概查了一下香菜的功效 可信度如何我不知道,我也不曉得 我本身也沒那麼喜歡吃香菜 所以只是單純 因為它一顆種子裡面有兩顆 會發兩個芽 沒有種過香菜 所以我來種種看這個東西 看效果怎麼樣 等於是撒種的方式跟各位分享 今天是3月8號 我是上禮拜一 丟香菜的種子放下去的 這三盆是放不一樣的 種子 是一樣的種子啦 不同的放法 第一盆我是直接把種子 直接撒在土上面 沒有特別長出什麼芽 有在發芽的樣子而已 第二盆是丟進去以後撒上一些土 就是再蓋了一層土上去 有一些還不錯 但是 就是 有點高高的 古早的樣子 這燈是 昨天前天 禮拜五 今天禮拜一嘛 禮拜五的時候才開燈的 之前的兩個禮拜沒開燈 第三盆是泡了八 八個小時的水以後 直接灑上去的 可以看得出種子都還在上面 第二盆是完全沒有 泡過水 直接丟進去 蓋土 第三盆是 直接丟進去 沒有蓋土 也沒有 泡過水 這個是 灑上去以後有蓋土 這個沒有開燈 但是總的覺得好像比較好 所以就長得快 這是第二盆 換個角度而已 這是第二盆 因為 土蓋的深度不夠吧 所以已經有些倒掉了 我們過幾天再來 激露一下看會變成怎麼樣 各位好 我是傅正吉 這是現在在種香菜的石井 這一盆就是第一盆 它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吹牙動作 我直接把種子灑到下面去 第二盆是 我吹下去 我丟下去了之後 它有經過覆蓋 我要把燈調高 我要把燈調高一點 第一盆是 我只把種子直接丟下去 然後沒有再做任何的動作 看得出來 它現在只有發了三根 但是 因為我燈照得很低 這個是剛拉高了 我燈大概只有照到 十公分左右 這是第二盆 這是有經過 種子灑上去了以後 再丟了大概 覆蓋大概 一公分左右的土 然後 這是第三盆 第三盆看起來長得最好 這個是有 那個種子在丟下去之前 我有先 泡水 大概泡了將近一天 然後利用燈具直接去照它 這個也看得出來 這就是一般說 那個香菜有兩 它一顆種子有兩顆 裡面有兩個子 那這個丟下去之後 它直接在原地就直接發開了 那我接下來要準備做魚汁了 由這邊來看 可以知道說 香菜它在經過 泡水 大概泡至少 16個小時到24小時以後 它的發芽狀況是最好的 這個燈照的距離 跟強度也有直接關係 因為這邊的 強度夠強 所以它在 這邊已經開到四坑葉子了 這邊已經開始開到六片葉子了 這邊的 跟第三盆的是同樣的種子 因為它燈照的 跟燈的距離大概是30公分 它完全就是一個標準的土長 它沒有開到第二片葉子以後的 吉祥 應該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燈照的距離 和植物生長的狀況 會有很直接的關係 後面我再拍一個 我在椅豬以後 它們的生長狀態 我只要有一個水 會有很快的 而且又有很快的 在那裡 很快的 好 我會拿到一半 我會拿到一半 這間鑼子 會很快的 發芽狀態 比賽 跟燈照 會有很快的 但在這間鑼子 會有很快的 是 有什麼來自然 會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